22. 澳門日報 新iPhone推動高位電子增長 2015年7月13日經濟A11黃永浩高位電子1415 市一家成立於02年的韓國企業 總部位於韓國府邨 生產工廠設立在東莞 在香港有辦事處 13年高位電子已成為全球第六大相機模組供應商 市佔率達到5% 去年公司約80%收入來自蘋果公司 可以稱得上市港股市場上最純的蘋果概念股 高位電子上市以來股價累計上漲近80% 上月底高位電子收市後發營起 上半年正利潤有望同比增長150%以上 這與市場較早前預測該公司受到蘋果公司 根據彭博報道 蘋果公司已向多家供應商手已開始新 iPhone機型的社生產 針對這款新一代產品 彭博透露新 iPhone機型將具備多項新功能 例如增加感知觸控力度功能 首次升級攝像投資1200萬像素等 以外觀和尺寸均於目前的iPhone66 Plus相似 各機型預料將於下個月加快量產 蘋果以6代iPhone系列進軍大型幕手機市場 並重稱霸大型幕手機市場的三星手上奪回可觀份額 僅以今年第一季度的銷量來看 iPhone銷量增長40%至6120萬部 多於5810萬部的市場預期 市場預測即將推出的新機型 將會為蘋果帶來強勁的銷售量 並延續至今年下半年 然而高位電子目前的公司營收和淨利潤中 分別有79%和84%來自於iPhone銷售收入的貢獻 因此我們相信 該公司未來下半年的營收也必將營來增長 中上所述 高位電子目前的估值偏低 因此可持續關注 逢低級納 中國銀行私人銀行 澳門 黃明豪 中下半年 相談 沒有 淨利潤